Leo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伊索比亞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兩位8點鐘方向的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特色是他的攻兵使攻擊速度比較快的文明 而且他升級10代史會給100黃金跟115 在升級上點1級射或2級射壓力會更小一點 升級速度也會更快 那伊索比亞人他的攻兵路線很強之外 他的漏馬也是蠻特別的 是有大漏馬但是沒有3級馬鎧跟品種 但是駱駝有重裝駱駝升級 只要點下銀罐技術皇族血脈 就可以讓駱駝抵抗騎士-3點傷害 應該是3點吧有點忘記 那伊索比亞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跟攻兵的路線 他的步兵彎端武士或是加上槍兵加攻兵路線 還是比較適合伊索比亞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VIPER選擇的到的文明是馬來人 馬來人特色是時代升級時的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他的攻兵路線也是正常的強弩 三級射跟拇指環 他的槍兵路線也是正常的 而且他的步兵鎧甲是免費獲得的關係 所以也很適合直接到城堡時代打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最大的缺點就是攻擊力不是那麼的高 而且血量也是少 所以這個爪刀勇士到底高不該打 又是個一大問題 那現在馬來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攻兵路線 配上後期的步兵路線會比較常見到 後期的毛相夫雖然折扣很多 但是在後期的階段來說 一定要點下精銳毛相夫才可以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呢 目前viper在前面補了一個黃金 右邊補了一個 這個黃金的位置 都是補在了比較後面的位置 最後這個黃金比較靠hera的正前方 後面這塊黃金是比較ok一點的 那果子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問題不大 問題是這個地方圍起來之後要怎麼防守 這邊要不要圍到底呢 不管怎麼說呢 viper可能會圍或是不圍 但我是覺得他不圍的幾率很高 但是這一把是遇到世界冠軍hera 所以呢 我覺得不好說 還是稍微講一下圍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這邊選擇的文明是 Esobyalen Esobyalen這邊黃金的位置就寫得很重要了 因為他非常吃驚這個文明 那這個黃金在後方 上面也可以黃金 左邊有一塊 黃金的位置都是比較ok一點的 比viper來說好很多 兩塊黃金就是比較處於偏自家的位置 那石頭方面的部分也是在家裡 哇這根本就是天圖啦 但是也沒那麼天喔 主要是木頭的部分 只有兩片木區可以用 這兩片木區可以用 這塊木區是不能用的 所以呢 hera這邊的木頭是比較有壓力的 但viper這邊是能圍好的話 這兩片木區稍微能用 所以 哇 這個地圖看起來都很難打 但是hera要防守來說的話 壓力就很小了 小微的話很輕鬆 非常非常輕鬆喔 好 這裡要直接硬吃嗎 viper開局送肉麻 這感覺不是故意送的喔 是因為hera這邊偷支布 想要制裁hera 結果把自己的肉麻給送掉了 viper現在 送掉這隻肉麻之後 沒有辦法偵查 補了一個射箭場 好 現在地圖 阿明萌 什麼都看不 好 這邊第一打高 再圍起來 關本獸 我也換掉你的肉麻 欸 漂亮了 一換一 吃不不虧 好 hera的肉麻也被送掉之後 沒有打算要轉肉麻 而是繼續走工兵的正常路線喔 那通常呢 通常 通常如果把自己的封箭在肉麻送掉之後 都去轉出一個馬就 去稍微出一隻肉麻 偵查一下 因為畢竟對方在幹嘛 都不知道其實是很危險 好 theviper這邊的毛病已經來了 hera現在 被迫回家 下面補了這些兵工廠 會有點難蓋 但應該蓋得起來 這個毛病傷害不高 他村民要打7749天 慢慢敲應該也是能敲好 好 hera這邊工兵要偷偷出門嗎 這裡要不要 偷補個馬就之類的 好 直接硬點槍兵 看來是想要補馬就了嗎 好 槍兵搞定之後 沒有打算跟毛兵打 趕快繞幹 收到城市中心裡面 好 槍兵點掉了 馬就沒有補 可能是要直接生成了嗎 好 好 撞到3片田 3片田 那hera則是只有9片田 差了4片田 現在肉類獲取 viper已經領先了一些 但是出了槍兵跟毛兵 這個食物消耗有點快速 好 Hera這邊已經繼續補下了更多的工兵 現在應該有可能是單射箭場 趕快生成轉奴兵二級射的一個流程 不太可能會再去出馬了 好 甚至這個一級射也不用先補 繼續去把工兵補起來就行 這邊是7個人挖進 好 來了 升級上去 哇 很順利很順利 好 9隻工兵 現在躲在家裡 viper也點下了城堡時代 但可以看到viper的資源 用的也是很極致 而且時代上領先非常多 這就是馬來的升級優勢 非常迅速 那馬來人呢 大上的部分 也可以在城堡時代初期 出個一兩隻 給對方壓壓驚 出個幾隻 看可不可以一波帶走 但是馬來人呢 現在這個打法遇到世界冠軍 可能 沒什麼太用處 只要是頂階高手 都知道可以用這個雙修道院 去擋這個馬來人的 這個前置打法 所以這個馬來人我怎麼說 會 帝王時代才能用 這只要是前期用 很容易被擋下來 這個精銳毛象復 我點下之後 壓制力才夠 而且現在的改版 精銳 戰象之類的 都有在額外抗招響 好 所以呢 這個 Viper的馬來戰象 其實也算是 某手手上的提升 提升 好 HERA這邊補出了 弓兵 跟騎士 果然沒有走 毛象夫路線 往後拉走 這邊招響 逼退 這樣毛兵就可以 安心輸出 我把你的騎士逼走 但是 生女要小心 再回來 高打滴 再點 都沒點到嗎 唉唷 點到了 這個殘血的順利拿掉 好賺阿 那Viper現在 家裡的部分 是補下了 大血 準備要來用這個彈道血 好 HERA則是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開下了城鎮中心 那 戰毛兵先點彈道血 優點的話 就是 換工兵更準一點而已 那我覺得 先點彈道血的話 其實蠻傷經濟的 畢竟 戰毛兵先點彈道血的話 他的壓制能力 並不像是奴兵 這麼快速 可以這樣快速射擊擊殺村民 攻擊速度比較慢 我覺得CP值 並沒有那麼高 好這邊點下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Ripe是完全 玩堤防 HERA的依索比亞的工兵 好 這裡果然被點掉了一隻 兩隻 三隻 哇 好虧 生女要被點掉 HERA直接走進來 直接射爆了HERA的生女 三隻騎士開始無雙 完了完了 HERA這邊有點難受 VIPER有點難受 VIPER這邊村民要趕快走 哇 直接鑽山村之外 正面的戰毛兵也被打到頭破血流 哇 這個戰毛兵 現在有單到血了 但是依舊難受 好 HERA這邊投石車已經到了前線 現在家裡 上一人挖鏡 VIPER有點被打到 沒有辦法繼續扛線的感覺 真的覺得VIPER在打天梯的時候 在跟打比賽的時候 這個認真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啊 真的覺得VIPER在打天梯的時候 都是在邊打邊聊天的感覺 邊觀眾聊天 然後 邊做效果 所以他在天梯的表現 有時候會覺得 他怎麼變弱這麼多 有這種感覺喔 有這種感覺喔 那HERA這邊是兩台投石車 繼續砸 再來馬就點下了 那這邊應該是要出騎士吧 馬來人其實有騎士了 雖然沒有這個二級馬凱 欸 毛相夫 OK 毛相夫確實在這個時間點 稍微抵抗一下衝進來的騎士 但是 有抵抗但不多 好 VIPER點下了救贖思想囉 再來是要用生女路線 去提防對手 好那目前 打掉了這個 建築物之後 後面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HERA已經3TC開農起來了 VIPER這邊經濟落後很多 但村民處現在沒有差距太大 差距了6村 VIPER剛剛被偷點掉了4村 其實還是有點虧的喔 建築物全拆光 大象走出來 補了一個TC 還有再補一個嗎 好 這裡用生女招翔 但馬來人 招翔會有個問題 他沒有宗教狂樂阿 一種速度很慢阿 很難追得上這些頭石車 還在追還在追 這個拍 好 硬追 點掉三隻生女 ERA笑出來了 欸 頭石車全部活下來 但是大象開始往前推了 哇這個大象好煩 頭車砸一番 沒砸到 戰毛兵只會往前 但是 繼續追 頭石車 後面的騎士能搞定嗎 應該可以 沒有品種 戰毛兵硬扛 應該扛得下來 OK扛著三隻騎士的傷害 戰象繼續往前抵 終於解掉了 HERA這一波的軍事壓力了 好我們接下來 開始補下魔防 這個鐵要趕快灑了 趕快灑了 好 HERA點下了二級的馬卡 再把他走奇兵路線 這樣騎士會比較有更好的生存能力 好 戰毛兵在城堡時代是五點傷害 二防下去之後 怎麼打就是一滴血了 這就不怕不會像剛剛那個情況 三隻騎士還會被戰毛丟死的畫面 就不太會出現了 好 白朋友這邊點下了一攻 看來看到你家已經開農了 我還是先回頭一下 好 但是又按了一隻僧侶出來 招響前面的工程器製造所 好 應該是屠於開農狀態 好 招響到工程器製造所之後 馬上使用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製造了 輕型投石車 這個投石車能夠砸到嗎 漂亮 VIPER最後被砸到了一發 三隻騎士上前開始砍 太舒服了VIPER 投車沒有空 要被追掉 但是要死一隻大象 開始頂弓箭手 要被射死了 OK 馬來上便宜比較薄 很容易射穿 好 接下來 VIPER這邊點下了工兵 這個是四劍場 走工兵 OK 馬來人就是要走強弩 不然要幹嘛 正常的天梯打法 強弩出現了 而且是要對抗 HERA的 伊索比亞工兵 這個就有趣的對決了 HERA已經早早點下帝王 實在啦 經濟領先 大約兩千支援非常多 同時車一出來被打出來 結果沒有機會可以拍到這些工兵 可惜了 黑VIPER 是被打出來嗎 感覺是自己放出來的 哎呀VIPER這邊急一點沒有射好 有沒有從左邊出來了呢 從右邊拍的話 還有可能拍得到 好這邊生女招翔 騎士上前又點掉生女 兩隻生女直接被砍死 但是右邊的生女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但只有招翔到兩隻騎士的樣子 那應該是還可以拿騎士去打後面的工兵 所以再繼續招翔 工兵繼續射 把伊索比亞人 工兵射到只剩下兩隻在前線 這樣都是騎士了 VIPER這邊帝王時代有一段時間要走 現在這邊要生帝王有點壓力 待會VIPER要面臨的是 城堡打帝王的壓力戰 城堡快要拉出來 應該是要來壓寶 這邊爆拖一工兵 壓寶的機率很高 HERA這邊存了一堆資源 不確定是要想要幹嘛 應該還是走工兵吧 但是他卻沒有爆工兵 工兵挺慘的 人家是要走彎刀嗎 精銳彎刀一波帶走 看起來這個軍機配置有點像 40片田 40片田其實蠻多的 VIPER這邊點下了 2級挖金 增加一下挖金的速度 看到對手這麼貴 VIPER應該已經知道 HERA已經點下帝王了 用對手的行為判斷 到底有沒有點帝王 還有這個分數 就知道有沒有點了 VIPER應該是知道的 VIPER知道對方上帝王自己 趕快買賣一波喔 也要點帝王 HERA點下了三級射拇指環 強奴 欸 結果還是走了強奴路線 這個真是預判我的預判 小說的VIPER帝王時代不打強奴 欸 又補射箭場 看來是想要走強奴路線啊 好 但還好馬來人的升級速度很快喔 帝王時代只要1分半 好 這邊巨型頭司機 沒有先按一台出來 開始攻城 HERA應該是有看到這根城堡的喔 不過再射箭了 通常是會有飾演的啊 好 現在VIPER 帝王時代好1分鐘 爪刀勇士 開始在按了嗎 好 伊索比亞人 現在點下了化學 好 贏掉一台弄炮 巨型頭司機工程 VIPER回家回弄一下 補了一根城堡 往外開了黃金 好 攻城七隻招手也補下了 好 繼續拆 現在馬來人 增兵 怕血 我點了 好 城堡 瘋狂 進攻 好 戰毛兵 繼續追 繼續點 繼續點 往前推 哇靠 這個傷害 直接點掉了HERA的大部分的奴兵啦 這個防守 VIPER打的是真的好啊 OK 現在戰毛兵 三級甲也點下了 關鍵的 毛相夫 有要登場嗎 好 再看看這波 HERA的三隻騎士的多線 好 這裡有三寶 好 死一隻 沒品種 城堡上面躲一下 好 橘色 應該會死一隻 殘血活了下來 走到了後面 開始砍 HERA現在被戰毛兵給壓制住 拇指環也點下了 VIPER變成活生生的行走戰毛怪 時代落後 但是現在 HERA也沒有辦法很好的反擊回去 你這個是點扭力彈射器了嗎 哇靠 難怪 我想說奇怪 這個火炮怎麼打得這麼 廣泛啊 這個 弱彈範圍打到的東西也太多了 可能是有扭力彈射器 好 剛不知道哪時候點下來的 剛剛沒注意看到 好 那HERA這邊點下了大洛瑪的升級 這就是伊索比亞人 很強的地方喔 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有大洛瑪 所以血量上呢 還是 稍微補陣了一點 不會說完全沒有辦法用 好 這樣至少還有75滴血喔 好 現在大洛瑪出場 MIPER的弩炮 應該是安卡玩的 好 正面火炮打一發 又打到兩隻戰毛 右側的部分 補下了一個馬舟 彩虹帝也補下了 馬舟也補下了 馬舟全都補 這毛病的部分 來到了36隻的數量 還有再繼續補嗎 還沒有喔 現在Ryper也打出了 火炮對戰喔 那我覺得誰先送掉自己的主力 誰就要投了 那我覺得HERA這邊可能會一波大洛瑪 帶走MIPER這邊的主城啊 MIPER這裡完全沒有轉槍兵是不是 哇 槍兵沒升級 看到洛瑪 可能會被一波帶走 洛瑪衝出來了 MIPER已經看到洛瑪了 要小心 要小心 趕快補 好 補的是馬 那最後 這裡要走金瑞毛相夫了 MIPER能夠成功鎖住嗎 這波大洛瑪 沒有抓到戰毛兵 MIPER暫時還不會有事 唉唷 這個火炮直接點掉兩炮 MIPER這個偷點太漂亮了吧 兩個火炮就這樣點掉了嗎 我剛剛想說點掉一台很正常 第二台居然也點掉啦 MIPER真的是MIPER 好 金瑞毛相夫要來了 好 還好這個馬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馬卡 哇 結果榴彈砲 不是榴彈砲 火炮直接打掉了 大概20隻的戰毛兵啊 剛剛MIPER也是用 兼手崗位 原地巡邏 如果被制裁了 哇 這個東西真的是要謹慎使用 謹慎使用 太慘了太慘了 好 金瑞毛相夫出來 坦度十足 300滴血 這種是價格便宜啊 高雄 高雄 大象開始出來了 後面的肉馬 撞到了毛相夫 大象開始往前頂 兩邊都是一個偏工兵的文明 但是金瑞毛相夫出來之後 改變了戰場格局 MIPER這一波 毛相夫能不能成功頂住 但是 牛力彈奏器打爆了大量戰毛 MIPER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MIPER在這邊投降 我覺得 時機也算不錯了 但是這些毛相夫還是很麻煩 真的是很麻煩 但是他的戰毛兵已經倒光了 後面的工兵沒有辦法 能太處理了 而且馬來人的工兵鎧甲 也就只有3加1而已 4點 每一下槍都可以射 射這個6點傷害 其實只要數量一多起來 這個毛相夫還是能解決得了 那他的牛力彈奏器出來之後 後面的火炮也不太好處理 只能靠自己的森旅 等一下印刷技術 再去招響 可能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除此之外 MIPER這邊要轉碼的話 也沒有這個弱碼路線 像是ISOBIA大弱碼可以用 騎兵路線也沒有品種 所以後面要抓這些工兵 跟火炮的話 只會被對方滾雪球下去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